就是說要聽說,他們就是很傲慢的 自我感覺良好 會收到腳踏了 現在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似乘相似 現在在台中 台中之前有一個車主 因為他的 Leon 他名字叫Leon 他的車子是福特的KUKA 有一些跟在原廠消費上的一些糾紛 其實也不是糾紛 但我覺得大家的認知上有一點不一樣 引發了後續很多連鎖的 一些反應跟反饋 雙方的一些立場 我們把那影片PO上去了以後 引起很多的討論 有的人覺得原廠 就是 有他的堅持 有的人很支持車主 各自有各自立場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來討論 但不要謾罵 比較理性和平的方式去討論這件事情 今天為什麼又在這裡 因為利勇又來了 不是是我又來了 我又到這邊來 利勇 那因為他的這件事情 在福特 福特這個KUKA 也好 Focus也好 其實很多人喜歡 那很多人在關注這個車子 所以 很多人關注這件事情 就很多人一直問我說 那後續的狀況 到底怎麼樣 可不可以 來拍一下 他們大和解的畫面 但是 直到今天好像也沒有 等到那個畫面 未來怎麼樣不知道 但是 至少今天1月20號還沒有 那我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之前發生的事情 就是 他去 車廠 然後 好像遇到一些 車子本身的一些問題 然後 業務上面 燈載的一些問題 是的 原廠可能不願意 在過程 大家自己再回去看 我們今天就不專注在 不Focus在上次 事情 我們今天就 往後面看 那後續 上次我們事情完了以後 後續 你在12月2號 有出庭嗎 對不對 有 那個出庭主要是你 告 台中分公司 台中 代理商 經銷商 我告台中酒和台中復興廠 主要是告他們的廠長 李廠長 然後 是業務登載不實 業務登載不實 是的 行事 行事責任 是的 這個就比較 那後續呢 後續 當然現在就 快過年了 他法院我想應該也很忙 還在等消息就對了 對 審判的部分 是的 那這個是車主 對 這個 經銷商 台中經銷商的一個 告訴 那 其實台中經銷商也有對你提出告訴 是的 然後我看到資料是12月8號出庭 對 一個是12月2號是車主告他 一個是 12月8號是 台中經銷商告 車主 那一次的出庭 有 怎麼樣子的一個結論嗎 他是告我返害名譽 返害名譽 然後當天 我們還沒有開庭的時候 在庭外 等開庭 那當時他們的 有一個律師 然後他們對方來了三個人 包括 吳主任 吳小姐 然後來找我 主要是律師來找我談 那談到後來 他 問我說 有沒有和解的意願 我當下 我當然跟他講 我樂觀其成 我們都很忙 我說我們都很忙 法院也很忙 大家都很忙 那 那你要和解我當你樂觀其成 然後事後他就開始 就一直講 講說什麼 就開始在講一些 比較初步的條件 那我當然 原則上我也有我的堅持 是不是 我就跟他講 我說 我說 事情是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你要說 我 我可以 我一個 條件我可以接受 就是說 我們雙方面有一個共識了 還是什麼 大家有個誤會 然後有個共識 那我可以請 我們 我們的 的 的 請我 對 我們可以請 請小心 影片下架 不是 他有要求這個 他有講 那我有跟他講 我保留 我跟他講 我沒辦法回答你這個問題 因為畢竟影片不是我的 我也不是版主 那 下架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被摸妥了嗎 是不是 我們承認錯誤了嗎 我 我心裡面是這樣告訴自己 所以我跟他講 我才會提出說 今天 我可以接受的意思 我提出的 說 我們 雙方面有什麼誤會 大家來達成 然後來得到一個 比較好的 一個協調協議 有一個好的結果 這是我主動想法 也是善意的想法 然後 當然 他 因為還沒有正式做下來 還沒有正式去調解庭 當然這個都是在庭外 大家聊天 對 那 問題是 要做 和解的這個動作 也要雙方的條件 都能夠接受 當然 那他提出的條件 你能接受嗎 他有跟我講 那個律師 他就有跟我講說 可是你都一直堅持要換變數箱 然後我跟他回一句 我說沒有啊 我說那是之前的事 現在 你幫我修好了 但是我不放心 我要延長保固 你只是要延長保固 是的 還有某方面的 補償 那個都是事後要談的條件 事情 勾人做要勾人當 社會沒有那麼好混 其實 沒關係 很氣憤 但是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條件是雙方有一個共識 才有辦法 繼續執行下去 才有辦法和解 是的 那你不能單方面覺得 對方想怎麼樣 那這個就沒有什麼好談 那律師的 這個也是律師的一個想法 也許他也不見得代表 什麼 就是他給你這個意見 那你不能接受 那就繼續討論 繼續談 之後在庭外 抱歉我插個話 談到後來有一點點 不是很 愉快 愉快的 有一點僵 然後我直接跟律師講 我直接跟他們 酒和的人講 我說 無所謂 我說我本身 今天即使我被判刑 你要 告我加重誹謗也好 告我妨礙民意也好 我說OK 法官 要是法官真的摸著良心 判我有罪 我的政績在那邊 他要是真的判我有罪 那我也只能夠認了 但是呢 我會把這件事情大告天下 我會讓社會自有公平 你已經現在正在糟糕天下 當然啊 當然啊 但是問題是 這個是我對他的一個 一個 我表明說我的心 你的意志 我的立場 對 沒錯 沒錯 因為我坦蕩蕩 因為以前我們也 接過類似的陳情 通常車廠的態度是比較軟一點 就是說 最後還是希望說車主 可以手勢力 高台貴手 然後再來跟我們或者是 再發一個訊息說 這個原廠確實是有處理 然後 也覺得還不錯的一個結果 通常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 原廠現在態度是什麼樣 但是至少 車主是覺得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任何的下 結論 對不對 都沒有聯絡 也沒有聯絡 也不知道 怎麼辦 大概目前的狀況 所以針對 針對我們目前遇到的 就上次那兩集 遇到的這個 純正信函或者是提告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的 一個狀態 是這個樣子 是的 就是兩邊都各出一次停 這樣 好 那你這邊又寫到說 12月15號 你有回廠去做那個 剎車 的檢查 剎車又怎麼 剎車就是 開慢的時候 稍微踩一下 踩一下刹車 環踩刹車 他就 一直叫 有異音 對 回去檢查 對 那當下 因為我是用預約的 回去 預約回去 對 回廠 所以他知道是你 沒有 我這次回文新廠 因為復新廠 我說實在話很失望 也不想過去那邊 坦白講 這個是利用的想法 沒關係 那你回去了以後怎麼樣 回去了 然後 他就 叫我先在旁邊等 那我等有一陣子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跟廠長叫 把廠長請過來 我說廠長請問 我的車怎麼不開始施工 你的車怎麼不開始施工 對啦 因為我預約 畢竟有個時間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那個行車記錄器要斷電 叫你行車記錄器要斷電 然後他才願意幫我修 那這個修不修跟斷電有什麼關係 要先斷電才能夠修車 是的 我當時我根本手機也沒有拿在手上 因為行車記錄器會錄影 對啦 那個通電會影響你的作業 他開機就會錄 這一定的 然後 他就說我要斷電 我就反問他 我說 是每台車都這樣 那我就接受 結果 我去看其他的車 凡是開動的車 引擎發動的車 每一台都在錄 客戶的車 你確定嗎 確定啊 有什麼樣子的 證明 燈部都在閃 然後那個螢幕都在亮 那怎麼不是錄影 當然啊 然後我當下我當然沒辦法接受 這次換我主動 報警 你因為要這個 他在什麼玩笑 不讓你錄 只有他們會報警嗎 是不是 而且你不是拿手機這樣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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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記錄器 然後呢 他有跟我講說 他們店有規定說不能錄影 我有反問他嘛 我說我有錄嗎 你有看到我手上拿手機 還是攝影機在錄嗎 我有錄影嗎 我那個是行車記錄器 那個是關係到我的行車安全的一個配備 每一部車都有 而且那個角度是固定的 對著人也不對著特定的 然後我當下我是覺得 也是覺得蠻 蠻奇怪的 也沒有什麼也不覺得奇怪的啦 因為坦白講 因為有那麼多次經驗了嘛 是不是 我當然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嘛 那我 我馬上就報警 警察很快就來 來三個警察 真的警察有來 對 有 然後來之後 他也講啦 他私底下 他把我拉到旁邊 他還講說 這個 我們也很安慰啦 因為畢竟這個是 所謂的 民視消費嘛 對對對 那我們只能夠 道德限縮什麼的 只能夠做到這樣而已啦 那我跟 我當然知道警察不能做什麼啊 對 但是 我是希望留下紀錄 我也跟警察直接丟白 要做筆錄就對了 有沒有沒有筆錄 我說警 我說阿瑟 我想 我如果說這個東西到司法 如果說他們 廠方 來反咬我說我收謊 那你們可不可以提供證據 他說可以 都有報案紀錄 我說那我就放心了 我要的是這個東西 因為你來這套嘛 是不是這樣 我敢說給你給付 給你給付假 但是最終你還是沒有錄影 你到時候 最終的結果就是我妥協 你妥協 因為我的剎車比什麼還重要啊 開玩笑 是不是 我新車我來這邊 而且他已經違反 新車保固的一些 我想應該是違反的 某一條內容 我還沒有仔細去研究 那還有一個就是 法律的 刑事強制罪 強制罪 我為什麼要提 提到這一點 就是 我之前9月16號 去他們 復興廠 去檢查底盤 的那個事件 然後我 當下去他也 一樣同樣一套 就第一次 第一次跟我講說他們陳經理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知道他是營運 負責營運的 陳經理 這個人 感覺很屌 就很傲慢 很驕傲的那種感覺 那他是來酸我的 不是來說來服務 我反問他 我說請問你是負責什麼 什麼單位的 他說我是營運的 我說請問 維修難道不是營運的 一環嗎 客服不是最重要的 你剛是在模仿他的態度 是是是 然後呢 然後他們所謂的 他們的正專員跟 跟他們的 科組長被交代 對這個 陳經理交代說 我不能去看車 然後呢 也不能夠 拍我自己的 不能錄影 不能拍照 所以你 甚至叫我不能去 休息室 有沒有 上一次那個4點 那是9月 9月16號 9月16號 因為那時候有發生 有底盤 鏽石的一個問題 所以 有一些車友會回去檢查 利勇因為也是這個車主嘛 所以他回去檢查 因為我是看到 那個網路的影片 上進汽車船的影片 那因為這樣子你跟 這一次的12月15號 他不讓你錄影 你就聯想到 好像有一點點 當然啊 我想應該是他們的 因為我這個強制罪不是嘴巴講講而已 當下 我不管他們的 我不管他們的阻擾 還好被我拍到兩張照片 都是聯繫的 聯繫照片 他的照片很多 我在拍 我在拍我的那個底盤的時候 他拿那個公文來擋 來強制阻擋 阻擋我 剛好拍到兩張聯繫的照片 這個已經造成 刑事的強制罪 對 強制罪就人生是自由的 你不能強制罪 而且我是拍我的車 我是拍我的車 為什麼不行 在他的場域 你的車這樣子 也不行 我在底盤拍我的車而已 你沒有拍到他其他的東西 沒有什麼不行 我就只有拍我的底盤而已 我對其他東西沒有興趣 因為我們一般的車主 也沒辦法去拆底盤 沒辦法去撐底盤 所以只能在那個地方 把這個事情 才能看得比較清楚 結果 我唯一能夠拆底盤 看底盤的地方 你不讓我留證據 你的意思是這樣 當然 然後我有跟他 我當下我就 那時候是他們叫警察來 那一次是他們請警察過來 然後警察也是站在我這邊的 坦白講 他們 敢怒不敢言 警察是不是站在你這邊 當然 他警察私底下跟我講 他私底下也跟我講 他說 警察會不會私底下也跟他們講 我不知道 那個不所謂 那個不是重點 警察有做記錄 我只是隨便 只是隨便講一下而已 假設遇到到時候有爭議的時候 警察可以作證 你的意思是 是 沒錯 那沒關係 就是 反正網友 就是很希望能夠把這事情講清楚了 那 至少到目前為止 1月12號 現在已經是下午的 5點 你還是沒有 過年 小年夜你都還沒有收到訊息 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 就等待下一次的出庭 是不是 傳喚是不是 是 而我現在的心態 就是說 第一個我躺當當 第二個 我是覺得說 我心裡面有 很多莫名的 憤怒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回想下來 我回想我買這部車的過程 從買車 到 到目前 我中間經歷過什麼 他們公司到底給我什麼樣的一個support 他們公司到底有來 就像我 我從頭到尾 我把這個錄影影像 我的變速箱會 會遁挫 很嚴重的遁挫 整部車就像被踹到一樣 的那個影像 好幾則 錄給我的業務 然後呢 我請業務 傳給 公司 對 傳給廠長 傳給他們的 上面的人 然後還傳給 吳主任 吳主任是我 後來我問他說 請問你有看過我的車子視頻嗎 他跟我講說沒有 他信長跟我回什麼 他說我又不懂車 那我反問他嘛 我說我又不是叫你修車 我只是要叫你了解狀況 你不要在狀況外 是不是 這樣過分嗎 傳給他們 柯主長 也 也不讀 不回 都是這樣擺爛的方式在面 在處理這種客服的事情 莫名其妙 所以你到 直到 這事情已經搞了快半年了 我還要抓狂了 到目前今天這個時間點 你還是很賭人 當然賭人啊 我就莫名其妙 我為什麼要受這樣的對待 我第一次買福特 我也跟他們講得很清楚 我跟他們的主管講 我說 我小時候 加我們的長輩是開 跑天下 跑天下 小時候 我對福特還有一些感情在 我到現在還有那種記憶 所以我才會 到我這個年紀 我想說 我什麼車我買不起 我想說我就是那一份感情 我去買福特來開 第一次買 結果就遇到這樣的鳥事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這件事情在網路上引起很大的 你是說 這一次福特Focus的水塞事件 是的 引起很大的回想 大家如果不知道 可以上網搜尋 Focus水塞事件 那4月份 它好像有一個 啟動 專案的處理 那我在這邊再補充 我之前 我在視頻裡面 我也有提到 之前 我們之前錄的影片 我有提到 我加水箱 那個機油的事件 機油加5罐的事件 那個時候 是這樣 我回去保養 第一次保養 1萬公里 然後 保養完了 我工單拿了 我就走了 我也沒有說 我也是信任他們 我想說換個機油 沒什麼嘛 是不是 我回來我就發現 奇怪怎麼引擎聲音 好像 有一點不是很OK 後來我就把機油紙拔起來 你知道多誇張嗎 它已經在上限 超過大概2至3公分 很離譜 後來 我跟他們約時間 我又回 我都有空單 我回去請他們 再把我的機油確認一下 結果真的是過 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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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求他戳 用戳的 戳大概半罐 差不多有半罐的那個 那個機油量 後來還是在上限 目前還是在上限 但是沒有超過 上限以上的2、3公分 對 他們就說好了 其實我是希望他再戳 結果他說好了 那我就說 其實不管他抽多少起來 都是你的錢 對 沒錯 然後呢 這個是 小事 這個倒是小事 重點在哪裡 大家可能 都不知道 福特 他這個召回之前 他還有一個 他不是召回 他每次都說 客戶關懷 他 還有 在之前的一個新聞稿 沒有幾天前 他就是 所謂的機油滲漏事件 PVC法 回收法 機油滲漏事件 他說嚴重者會 有可能會起火 他說國內還沒有發生這樣的類似 的案例 但是他們記憶怎樣 說得很漂亮 就是說得很漂亮 我很主動 我跟你講 我早就 在 影片裡面 已經有講了 我說這個東西為什麼 因為我懂車的人 他這個東西 你機油加太滿 他在他的起軸裡面 這樣機油飛漸 主力 第一個主力 耗油 第一個耗油 第二個 嚴重的 他會引起激炭 這個都是慢性病 他的油氣過多會滲到上氣蓋 上氣蓋他有一個 PVC法 他就是負責 以前是沒有這種罰門 直接排到外面 為什麼 因為法規的關係 他要把他的油氣回收 然後再 再回去燃燒一次 但是呢 你機油太滿 他裡面都是機油 然後我有把 他那個回收管 他就是那個 快拆的 我把他用手一按 一拆就拆開了 當下是裡面都是機油 很恐怖 後來 他機油 戳掉 比較少之後 這個情況就改善 改善了 我坦白講 我的手機裡面都有錄影 我只是現在 我不想再 因為我這個事情 我也只是 不要再惹事 到時候 到時候 你又多一條 不是惹事啦 我怕什麼 這個本來就是合情合理嘛 好 是不是 那這個跟 剛剛你說要講那個 四月Focus 對 然後呢 這個我都認為他們是在作秀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既然有心 你要去處理這個水塞事件 你為什麼只針對 2月1號 快要上市的 4.5代Focus 只針對Focus來做 做所謂的顧客觀 他的意思是 開什麼玩笑 前10月就已經有做過類似 但是 他這個沒有KUKA 他這個不准啦 他們公司的新聞稿 是沒有所謂的 所以你應該是這樣講 你的意思是說 Focus跟KUKA 其實是同系統 本來都是同系統 理論上 同一顆啊 理論上Focus會有問題 KUKA應該也有問題 是的 C2底盤嘛 那確定現在有人遇到這個問題 有人有在 有案例 在01裡面都查得到 01毛病 毛病有01 然後呢 他的KUKA 他的問題點在哪裡 他的付水箱 一直補水 一直補水 一直水不見 然後回原廠 原廠 跟他加自來水而已 他說你自己加 水太少你再加 叫他加 沒有幫他處理 呼籠 就呼籠一下加一下加一下 等到縮起 等到圓圓縮起 這個收工的發生 事情的時候 那時候放火就不夠了 所以這個有安全性 你想看看 一個渦輪動輒上千度 對不對 那個水塞 那個水塞 裡面是一個水道 他應該有可能是 他在加工的過程 因為他渦輪是一個鹽的 就像一顆蝸牛 然後他在 打那個水道的時候 他那加工 有難度 所以他在中間打一個洞 從那邊 二次加工 然後他要把他塞回去嘛 然後就是因為那個東西 可能有問題 他久了 甚至於繡穿 然後也有網路上 也有網友反映說是 冷卻液本身就有問題 這個我也覺得 很有可能 為什麼會繡失 對不對 冷卻液本身就是防繡 防繡防洞 散熱 最基本的三個 這個部分 是 網友或者是利用他們的一個 想法跟訴訟 實際怎麼樣 原廠看怎麼說 那到時候 如果有被 被就是召回 或者是關懷的人呢 回去再幫我們補充一下 到底那個為什麼要召回或關懷 關懷我都已經主動提出了他 他怎麼不來關懷 你沒有 莫名其妙 他講的那麼好聽 關懷 就是那個變速箱事件嘛 是不是 那就是現在 現在我們就是在等 這個法院的 傳喚 就是看下一庭要怎麼 或者是要庭外和解 要怎麼和解 我當然是在關旗城 坦白講 沒有人要搞事 我們也不想說 去浪費公堂 然後呢 因為坦白講 我這個case 前前後後半年 前前後後半年 我是半年後 我才請 請我們 的媒體 來 來發表 這個委屈都是 都是車主在 在吸收 在吸收 然後我們 也是有誠意跟公司 一直在那邊 做一些溝通協調 沒辦法 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只好告他們的嘛 沒關係 喜怒 我不相信說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沒有公理 我不相信 那我最後來做個總結 反正這個事情到目前為止還在 進行中 IMG 我們並不知道未來會發展 也許最後真的和解 大家來 握手言和 然後開開心心 跟大家講說 真的做得還不錯 有做到你想要的結果 這個都已經造成傷害了 真心話我大概不用問了 不用了 我來跟大家講 就是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是說 這種他是屬於這種消費的糾紛 我覺得原廠應該是用公關的方式去處理 而不是找法律 好像 誰有 花錢請大律師 你請這個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畢竟他是你的客人 他花了這麼多錢 去買了一台車回來 結果遇到了問題 他這個都是各自表述 他可能覺得你們處理的不夠細膩 但是 這也是消費上的 一個感受問題 其實應該用公關來處理 而不是用法律 你告他 他告贏了你真的到最後 有得到什麼嗎 得到大家對 這個品牌 另外更多的 OS出來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 福特可以趁這次的機會 要拿出智慧 好好的來想一下 拿出擔當 來面對每個車主 不是只有我 那好像很多類似的 當然啊 我錄隨便Google都有了 OK 本來一個好好的品牌 我到目前為止 我坦白講 我還在留言區留言什麼 我留說福特品牌沒問題 有問題的是代理商 他們的人 有問題的是人 有問題是人 福特品牌本身沒問題 我再三強調 OK 這樣還不夠挺你們嗎 好 是不是 你們要好好的自我檢討嘛 好 要反省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待會兒 等一下 說我快聽 就是 說我快聽 他們就是 很傲慢 好 自我感覺良好 火燒到腳踩了 好 火燒到腳踩了 對啊 那我們今天 就是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如果說你有什麼看法 或者什麼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然後也給我們車主們 一個鼓勵 然後一起看看能不能把事情 圓滿的解決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待會兒再說 越說越興趣 感謝師兄 大家高興 大家高興 對啦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過年快到了 你們是不是想著如何 除舊不新呢 推薦大家 這台德國沙法 雙渦輪吸塵器 這台吸塵器 擁有非常好用的專利利鑑 可以直接一卡就上 放著的時候就可以立著 然後打開 擁有十萬轉的馬達 針對像這種 毛毯地毯 吸力非常的好 吸完以後 它就直接立住 搬下去 主機就拔起來了 防蠻刷頭 床單啊 或者是沙發 都非常好用 那如果是比較細微的地方 可以換這種 尖的刷頭 然後它有 斷式的 看你要不要刷毛 有兩種規格可以選 那我選這個比較細的 直接裝進去了以後 針對這種細節的地方呢 吸得非常乾淨 非常輕便 直接帶到車上去刷 也非常方便喔 不到購物中心零頭的價錢 原廠特別資源 歡迎各家利用